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CBA联赛,那么在昨天那场CBA比赛当中,山东南篮是拒绝联败,击败了自己的齐鲁德比青岛队 那么这场比赛山东队赢的确是非常提气势,相比于前两场比赛,哪怕是赢苏州肯迪亚那场,整个山东南篮打的也是比较的窝火 那么这场比赛算是赢的酣畅淋漓,尤其是在整个上半场,山东南篮外线全面开花,竟然投出了80%的三分球命中率 这个命中率还是相当之恐怖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面对状态非常出色,已经取得了第二阶段两连胜的青岛队 这个山东南篮依然是不落下风,最终是击败了对手 这场比赛的胜利我们能够为球队感到欣喜,但是也是看到了很多的问题 尤其是主教练徐昌索,他在佣人包括技战术层面上的一些问题,让我感到非常的不解 在这里发出三个疑问,也请与球迷进行一个交流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佣人,那我们看到这场比赛,李静宇是拿到了首发的资格,成为了首发的小前锋 但是我们知道,在此前的两场比赛里边,李静宇基本上是没怎么打的 上一场比赛更是只打了四分钟,在最后的垃圾时间才上场 然而在第一阶段最后的五场比赛,尤其是在焦海龙受伤之后 其实李静宇出场时间是非常长的 在焦海龙受伤之后,李静宇的场距出场时间是达到15分钟的 而且是越打越好,外线投的也很有信心 在这种情况下,在第二阶段开始的两场比赛 这个学长所为什么要将他选择雪藏 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的让人感到不解 因为我们正常说你用一个群员,如果说他的状态很好 尤其是李静宇还是一个射手,他在第一阶段最后的三场比赛里边 三分球命中率高达50%啊 这么好的命中率,这么好的手感 怎么到了第二阶段你就开始不用了 对吧,上一场比赛我们看到 在外线除了哈德森之外打四川的时候 根本没人能够提供火力支援 但是就是不让李静宇上场 这场比赛突然冷不丁的直接让他打手发 而且一打也打了30多分钟 这个你的用人的根据和标准是什么 难道不是根据球员的状态来的吗 第二一个就是高世炎连续两场比赛都没有能够出场 虽然说给出了这种伤病的解释 但我觉得这个是很难服众的 那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 这场比赛哈德森打的是非常的辛苦 一个人博得了14次的罚球机会 出场时间达到了39分钟 这么长的一个时间 作为一个接近40分钟的老将 接近40岁的老将 这种打法也好 这么长的出场时间也好 对他是不是一个极大的消耗 但是也没有办法 在场上根本没有人能够分担他的控球压力 那高世炎究竟什么时候能够上场 来分担哈德森的这种持续压力 毕竟山东南篮 你不应该以你的阵容 尤其是今天打败青岛 说明你的实力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你绝对不可能说是以打进前十二进入季后赛 我就满足了 你完全可以冲击一个更高的名词的 那如果哈德森在季后赛之前 就被你消耗殆尽 甚至被你用伤的话 你这个赛季怎么办 第三点的话 球队究竟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战术 你究竟是要怎么打 尤其是在三号位上 上一场比赛 刘冠岛一个防守汉将 上来打了35分钟 这场比赛一分钟都不让他打 然后换上一个进攻能力更强 然后防守能力相对偏弱的李静宇 而且我们注意到 自从徐昌所上任之后 尤其是焦海龙受伤之后 那么整个徐昌所在首发阵容里面 几乎每场都在 也没有一个固定的首发阵容 甚至连轮换阵容都不固定 对吧 你像上一场比赛 李静宇和乔永汉两个人 总共出场时间 不到10分钟 一个打了4分钟 一个打了5分钟 这场比赛 这两人又成了固定的轮换球员 李静宇首发打了仅仅30分钟的比赛 乔永汉也打了12分钟 对吧 这样的一个阵容配置 说明了什么 说明徐昌所自己心里都没底 我究竟应该打什么样的战术 每个人 每场比赛 应该用几人轮换 我的首发是怎么样的 我的替补又是怎么样的 对吧 其实球员自己心里也没底 就像咱们前面提到的 我本来觉得我状态很好 我可能下一场比赛 应该是做好了完全的出场准备 结果你下一场比赛 就让我一分钟不打 本来你已经把我血藏了 两场比赛了 我一看眼见 也没什么上场的机会了 对吧 这个时候突然你告诉我 我要首发了 其实群员自己 他也不知道 球队的主角力的战术是什么 我作为球队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员 我究竟这场比赛 能不能上场 所以说这三个问题 真的是非常让我困扰 虽然说这场比赛 山东南南赢球 的确是非常高兴 而且还是赢了一个 这么强的对手 但是如果长期以往 这么混乱的去统治下去 山东南南在本赛季 真的能够取得一个 让球迷们满意的结果吗